好的 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关注一下波卡2.0 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影响 那么就是波卡2.0出来过后 它对波卡经济模型 以及波卡1.0版本的平行链经济 有什么方面的影响呢 然后我们希望各位嘉宾来分享一下 可以先从team开始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如果其他嘉宾有任何补充的话 请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的 我觉得其实刚才几位聊的时候 有聊到这样一个Token Encore Max这样一个部分 那我整体的话就是 比较简短的一个回答的话 就是整体非常看好的 就是一方面的话呢 它对于我们DOT流动性 会做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增强 对吧 因为之前的话要拍卖卡槽 现在的话呢 你就购买Core Time就可以了 并且是非常灵活的 按需非配的方式 那其实另外一点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这样类似 类似这样的平行链也好 对吧 我们升级到博卡2.0之后 我们所希望看到就是 非常多的 GEM架构这边带来了一些优势点 可能会让我们的这样一个平行链的消耗 包括成本的部分会降低非常多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所希望去看到的这样一点 就是这样我们这条平行链的运转的话呢 它这样一个日常的这样一个成本的开销的部分也好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显著一个降低吧 这当然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去验证的 因为具体这个Quartime到底是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运转 你需要按锡分配的话 你要怎么去算好这样的一个 怎么来讲 Roy也好 或者是这样一个成本和预算的部分也好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还是蛮多去考验我们的 对 我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谢谢 如果从我们就是蒙面的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现在波卡生态链跟链之间 他们的correlation那个关联性是非常强的 但是如果在波卡到2.0出来之后 那XCMP升级了之后 就是那个cross messaging system 那个升级了之后 流动性之间的 就是链跟链之间的那个资产的流动性 会大大的增强 如果真的能够像 像Gavin说的那样子 那个XCMP能五份的 就链跟链之间的五份的链 通过XCMP来交流 来转移之场 然后那流动性肯定是会大大增强的 然后链跟链之间的 它的Tokenomi会更有关联性 会比现在更有关联性 包括波卡整个生态 就是简单来说 比如说一个链如果做好了 或者一个链上某个APP成为爆款 那整个波卡生态可能都会成为收益者 或者整个 或者如果波卡这个链好了 或者比如说波卡B加涨了 那整个波卡上面的所有的平行链 有可能都会被波及到 都从好的方面被波及到 但是我觉得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刚刚你们谈一个这个Tokenomics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Core Time Sales 我听他们说他们这个Core Time Sales的那个费是会给Burned的 所以这个对那个波卡那个 like demand supply这个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的那个Core Time Sales会非常大的话 这样可以令到那个波卡的那个 我不想收那个价钱 但是会令到那个波卡那个 那个supply比较小 那个demand比较高 这样会对整个波卡的那个eco system 会开始比较健康 好的 谢谢大家的分享 接下来呢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当波卡2.0它真正的完成过后 那么波卡1.0的话它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波卡1.0的这些平行链 它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以及它会它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呢 能否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对此的一些观点和预测 谢谢 可以请伍仲来讲一下先 我先讲是吧 就按道理来讲 就所有的波卡到1.0的平行链还有生态 是能够五分衔接到2.0里面的 但是可能进入到2.0的世界之后 会首先肯定会有更多的竞争嘛 对吧 不一定是竞争更多的竞争